畢業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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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精致性呢 因为有推荐这个车子老师也说 你可以加点钱买混动的 说到这个混动的版本呢 真是芝麻掉进真眼里 巧了 某日我的商场逛街正好遇上了 UNIV混动版本的展示车辆 仪表盘的阶梯式设计 包括整个中共台布局 挡杆按键 都像极了火星战斗机 加上屏幕上面动画过分的跳跃鲜活 一看就是为那些喜欢的B站上刷毁出视频的小镇青年量身定制了 回顾试驾当天这个车给我的驾驶质感 似乎刻意加大音量的发动机声 和充满着仪式感的升降武艺 所有的氛围都在极力迎合着某一种特定人群 如果这刚好是你的菜 那么你一定会很喜欢咯 回去后我把这些反馈给到了小丁 有你的样子有点杀马特哦 他还是会让让着想让我带他去马自达看看 今天我们试驾的这一台是我们的昂克塞拉 447,900的高配的智瑞版本 排量是2.0的车子 然后马自达采用的是一种简化美学 所以说内饰里看起来非常的具有日系的这种风格 然后全车身的话 我们采用了高强度钢的这个 还是那句话 什么档次的品牌 你会体验到什么档次的服务 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宁波北轮小港的 长安马自达经销商宁波合成 陪同的小哥哥对产品就熟悉很多 也能够明确表达出符合品牌调性的陈述 这点要给好评 虽然整个试驾路线并不长 但其实我更想知道这个车开起来的状态 是不是和小丁预期的一致 一致 我预期中它就内饰比较好看 精致有设计感 然后实际体验到了之后感觉都是软包嘛 也非常在一边吃 非常不错 所以这就是还是跟我们原本想一样嘛 这10万到20万里面颜值品牌对吧 最推荐的还是这个车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因为我喜欢有一点格调的出来 它踩油门的时候发动机声音很大感 很大感 就是你是只要想就可以了吗 还是说也挑这个声音的音色 挑音色 就是它的声音你是喜欢的 我又喜欢那 好 那然后我们还是回归 颜值颜值没得说啦 不管是外型还是内部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马自道的这套 次世代魂动设计这套内饰 真的下料很足 材质很舒服 然后里面的车机也好 车机有卡比 都是很大气很简洁的 我会感觉有点像无印良品Muji的感觉 就是它可能没有很多的预算去这套内饰上下功夫 但是它用足了它能所用到的一切 然后品牌品牌马自达长安马自达 一定比长安会好一点嘛保质性上面 那么精致性 我是身边有买过上一代的马自达3 安克赛拉的用户 他们一直跟我说马自达3的 就是省油这块口碑蛮好的 那如果你们有开马自达 或者这一代次世代安克赛拉的小伙伴们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给点留言 就是说平常在开的油耗怎么样啊 满不满意啊 是不是有经济这么一说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试驾过程也得到了一个信息 原来CX5 它好像观众降到了14.98万起 这其实对于一些对马自达品牌喜欢 而且空间有更多要求的小伙伴们来说 是一个好事吧 那我还想多说一点 就是马自达3 微博上有小伙伴跟我讲 其实最适合的就是你刚毕业的时候买 因为内部空间相对是比较局促 那我觉得如果你到了谈婚论驾这个地步 你可能会被家人或者说 就是你女朋友的爸爸可能会嫌弃这样子 那所以你一个人的时候刚毕业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车子可能能够带给你非常多快乐 你自己也会比较开心比较满意啊 所以很多人说你这个车要买就毕业以后赶紧买了 不买的话以后可能就人生中就没有机会了 这个车试完确实小丁也是就很满意 但是我是觉得你不能一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应该多看看外面的东西 既然那么多老师都推荐本田私欲或者行格 那我们不如也去看一下吧 于是又找了一天 我们到了位于宁波下印的东风本田经销商宁波红源 被告之私欲的试驾车确实在 但因为我们没有预约所以无法试驾 那好吧要预约 那我说我们人都来了 能不能给我们试驾一下 他反正怎么说都不愿意 我就在他面前打电话 APG上面找一个广本的妈 那我想表现出你说我都要被广本拉走了 你东本的经销商能不能给点力啊 对不对 一般一般正常销售也会说 那我向经理申请一下 我让你试驾了 毕竟人家客户都表现出诚意了 但是他无动于衷没有 那就走呗 对不对 你了不起呗 你们不愁卖呗 然后我们就去到了广汽本田 这里是广汽本田宁波中信店 经过简单的沟通 小丁顺利开上了本田行格 陪同老师傅也很亲和 在颜值上我认为 本田行格里外都没有什么短板 成熟的大厂风范 车内的空间充裕 车机界面美观易用 风格上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群 快速上手 这个才是大厂考虑的东西 另外在外形上 我还觉得黄色的行格格格外好看 但是 这不是家车除外 虽然不排除有些人会觉得 这样装的好看 从而自己也想这样装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引导 并不是本田的本意吧 总有一部分人像我这样的 我会觉得这样有点败好感 好low的这个 然后品牌这块无敌 对吧 保值率也好 所以我觉得就颜值跟品牌 综合的分数 他确实是十字名归第一名 位置的上下调的幅度比较大 很轻快 低扭强 然后非常适合城市里代步 然后马三的话 他就要非常高转 才能够改良了他的发力 他一定是比马自达三 昂克赛拉跟长安UNIV排在前面的 然后油耗这块 其实1.5T的版本 我不太清楚 我也想希望大家 如果屏幕前的小伙伴 有在开这台发动机的 可以给我们提供的建议 毕竟大学生刚出来 毕业以后找工作什么的 钱不是风挂来的吗 所以我还是想大家帮助我们 把这些节目里面的一些价值上面的东西给做好 提供更多的参考 好了 这个节目其实并不是我设计好的 而是说 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有帮助 所以我去做了 做的过程中 我们也 我也很少像现在这样子 不是以一个媒体的身份去跟车商打交道 就是因为这样子 却让我看到了很多 就是你也不能说人间人暖 我觉得世间百态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以媒体身份 其实我们遇到的接待人员都是毕恭毕敬的 生怕招待不好的 所以其实你很难感受到很多真实世界上面 去买车时候的一些体验或者遭遇的 就像我现在非常深刻的一直在讲 你买什么样档次的品牌 你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档次的体验 所以我觉得除了颜值跟经济性之外 品牌这个东西 不单单只是说这个车的保值率 还多了很多 很多细微的一些意思 我觉得你看到这里 应该也能了解到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还蛮好的 我会觉得 未来我可能还会这样子去试车 虽然这样子试车 体验不到太多的东西 包括动力压操控 但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奔着 颜值品牌经济性三个东西来讲 我也是反正心中 用我的那把池来衡量一下 这个车子有没有什么特别差的短板 那我也结合小丁 他自身作为一个年轻人 即将毕业的人 对这个车子的第一感官 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了 我觉得 当然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 也把我那些KOL朋友 他们心中的答案都公募出来 哪怕有些票数比较低 我也给大家一些参考 因为毕竟你还有一些小众的人 喜欢这种小众的车子的 如果你们觉得其中某几个选项 会有兴趣的你们可以留言 我可以拍点节目 替大家去试去看看 也可以说问身边朋友借一下 有没有这个车 或者问厂方借一下 试驾车跟大家好好聊聊 都可以 这都取决于大家想不想看这种节目 那么包括电动车 因为你看我们的调查文件上面 其实电动车跟汽油车的占比 基本打平之汽油车稍微多一点 那如果未来你们喜欢看 我也可以做一个就是毕业生的新车 电动车版10到20万 我们买什么车呢 包括二手车 当然二手车就是范围更广了 我们可以要确定年份 确定喜好了 所以这个话题 我觉得其实是蛮有讲头的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期有什么感觉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在评论区跟我互动 然后给我点个赞啦 关注我啦 那么激励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激情去创造内容 大概就是这样了 有点感冒 今天就说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